好 這一消息馬上來看到 就是林書豪他已經抵達西門町的現場了 我們立刻呢就要把時間交給記者張俊棟 告訴大家目前的第一手訊息 俊棟 好 可以看到在西門町的部分呢 目前林書豪即將抵達現場 可以看到車隊呢只要有車經過 球迷就會在現場持續的在尖叫當中 那麼走在這前後是林書豪的這個水型的家人 但是可以看到呢在後方的部分呢 林書豪似乎已經來到現場了 那麼在現場可以看到呢 其實球迷相當的這個緊張 因為大家都不想錯過他 那麼今天晚上在六點半的時候呢 將會在西門町出席的這場代演的活動 那麼看起來呢 林書豪有可能會提前兩三分鐘抵達現場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呢 就是在台北西門町的中華路上 很多的球迷呢都做了標準的 而且是一致性的動作 就是全部拿起了手機跟相機 瞄準了中華路跟耳眉接口這個位置 因為林書豪稍後將會在這個地方下車 跟所有的球迷來見面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呢在遠處的部分呢 是中華路上面的人行道以及中央分格島 全部都站滿了人 在整個西門町上目前呢 其實已經超過了千人 來到現場要來看林書豪了 那麼今天林書豪呢六點半的活動 就是為自己的代言活動先出席 那麼跟球迷在這個耳眉接碰面之後呢 緊接著在今天晚上的七點半也會到這個公園的籃球場跟球迷來進行活動 同時呢也會跟這個EDN基金會的小朋友一起來互動 那麼提到今天林書豪呢 從早上的五點多就已經來到了台灣 那麼距離現在呢已經超過了十四個小時 林書豪呢將抵達台北西門町的耳眉接 不過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大家都還持續的在等待當中 而且氣氛是滿緊張的 那麼現在呢又有車子進到了中華路跟耳眉接口這個位置 那麼引起了現場小小的騷動 是不是林書豪呢 等一下車門一開我們就可以見真章 但是現在呢 你可以看到在台北西門町的部分呢 非常的熱鬧 除了在一樓的部分呢 連二樓都有這個店家的玻璃窗 是開放大家來做一個募集 希望可以看到林書豪 畫面當中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走出來的目前 看到的是林書豪已經走下車來了 那麼現場的球迷呢開始呼喚著他的名字 不過現場推進的情況呢是滿嚴重的 那麼林書豪呢幾度被推動了 好可以看到林書豪相當開心來到了西門町 那麼整場活動正式開始 那麼緊接著走在後方的部分呢可以看到 林書豪今天穿著白色的T恤 另外還有黑色的短褲 那麼奔跑在主辦單位為他準備的這一個走道上 可以看到他走進來了 那麼在今天晚上呢 林書豪將會從六點半開始一路刮起 零來風的旋風 在今天晚上六點半這個現場在台北西門町的 來握個手打招呼 那麼林書豪呢看起來是心情非常的愉悅 那麼現在呢現場的情緒已經來到最高點 因為今天林書豪呢在這個代言的活動當中 他會跟上千名的粉絲來做一個互動 那麼在這個現場短暫的停留 會有持續半個小時的時間 今天晚上林書豪在台北的活動呢 是第一場他抵達台灣的記者會 那麼是跟球迷有互動的部分啊 你可以看到現在林書豪來到了台北的西門町坐下來了 不過呢台下的球迷是相當的興奮 而且呢大家都還是持續的拿著手機跟相機 來做一個拍攝的動作 他們今天晚上呢在為大家預告 林書豪呢 在這個六點半的現場呢 謝謝你們出來看我 來做一個互動 那今天晚上呢其實 學著林書豪帥的朋友 再讓我聽到一點噪音好不好 就在這裡了 哇 OK How's the trip? How's the flight? Everything okay? Everything's good. I love the energy here in Taiwan 對 你知道嗎 Throughout the basketball season Everybody was cheering for you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每一位朋友都在幫林書豪加油對不對 所以呢你真的是我們大家心中的英雄 很開心來到現場 掌聲給林書豪鼓勵一下 Yeah 當然呢今天來到西門町 是有message要傳達出去給現場的朋友 有message to pass on to all the audience and media and all the basketball fans over there in Taiwan 就是說 Can you tell us How do you find your greatness I think Greatness Greatness is just something for each person to find in themselves 好他是說很高興大家在這個地方就是 用運動來尋找的字 因為他其實呢 偉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何活出自己的偉大 他講說必須要從每個人的個人當中 去找尋什麼是偉大 但是在找尋你的偉大之前 你必須要先找到你對什麼事情 是最熱情的 對嗎 Yeah Yeah I think your Chinese is good enough to say everything that you want to talk about Not yet not yet Get in there though Get in there 你的中文其實進步的蠻多的 I guess I guess Wow 你們喜歡聽Jeremy講中文呢 還是英文多一點 講英文也OK對不對 反正 Goes I have a seat please Yeah OK So This time You actually show everybody what's up on the basketball court Last year You were also here in Taiwan But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were sharing for you 林書豪你是不是也到台灣來過嗎 What's the difference how you think about 他們在回顧上一次 那林書豪來台灣的情況 Oh 這實在太瘋狂了 And to see this type of reception And Oh Oh 很多人都很愛我 然後有很多人都支持我 看到這邊 他們很多人都來了 You've done for me 看到你們對我所做的一切 我真的很開心 那樣說呢 這一次呢看到所有的朋友支持他 會給他更大的動力 讓他好好的再回去奮鬥 那你們對他來講支持是最重要的 會繼續支持他的朋友 再讓他知道你們在哪裡好不好 OK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in Taipei There's a bunch of kids Ashley got the help from you 上次呢就是他林書豪到台灣來的時候 當然他上次是來一個 性戀營 有一群來自伊甸的孩子們 今天也來到了現場 那我們來掌聲歡迎這群孩子上台好不好 歡迎你們 Yeah The reason why they were here is because Seeing you on TV playing NBA games 這群孩子們真的是非常的幸運 他們上一次呢之前是有機會在電視上面看到 林書豪 他玩球 讓他打球的狀況 這一次呢這些孩子們 他們都很幸運的 可以跟林書豪站在同一個台上 希望書豪哥哥 學書呆子打氣法給我看 喔 OK 有沒有人會這一個呢 好 就你 你們兩個誰要 你先來好了好不好 書呆子打氣法 你們想要看嗎 Jeremy can you do that Jeremy你可以做嗎 Yeah 喔 顯然他沒有問題 OK Jeremy講說 他當他自己 你來當Landry Fields好不好 你可以當Landry Fields他的隊友嗎 加油加油 給他一點鼓勵好不好 加油 Ready 喔 要先學 這個 打氣加油法 喔喔 喔喔 顯然沒有練熟 但是沒有關係 掌聲鼓勵一下 開不開心 開不開心 那有沒有趕快衝過去抱人家一下 快點快點快點 耶 沒錯你看到的就是林書豪哥哥 那我們再舉起來第二項 Wish number 2 希望 書豪哥哥 給我一個大的擁抱 喔 現場有沒有人要這個大的擁抱 哈哈哈哈 是你要嗎 是你要嗎 你要一個大的擁抱 哇哇哇 太好了太好了 我覺得你們是不是都想要呢 如果都想要的話 我們全部圍著 耶 OK 林書豪講說他要站在你們中間的後面 要跟你們一起拍一張大的擁抱的照片 好不好 把這一筋拿起來 全部都可以抱著林書豪哥哥 好不好 好在這裡也可以 這一群孩子們應該是今天晚上在台北市 就是最感到幸福感爆表指數 哇 幸福感破表的孩子們 一二三 因為他們得到了跟林書豪近距離接觸的機會 可以從他們臉上可以看到真的是開心起勞 可以跟他們的偶像林書豪近距離的接觸 那麼這是林書豪到台灣來之後呢 就是第一場的公開的一個商店活動 但是呢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小球迷們就是非常的high 整個就是興奮指數破表 那麼在這邊呢當然也是 在這個奧運的時刻喔 那麼運動精神 在這一刻呢 林書豪在台上就是與孩子們的互動呢 可以說是十分的展現 好哥哥送上的是他的簽名的籃球 林書豪送給孩子們每人一顆籃球喔 就是除了追偶像迷偶像之外 也不要忘記在這個時候呢 大家要記得練身體 要勤打球 這樣子的話快高長大 身體也會練得比較好 左邊 那麼在這一次呢 我們知道說林書豪他們家一行六人 包括父母跟弟弟等人喔 從那個舊金山搭乘華航CIA103的班級 那麼到台灣來 那麼在這段期間裡面呢 他除了說有在南山高中有練球之外 那當然他也品嘗了台灣最著名的小籠包 那同時呢在這個晚上 那他也跟球迷們度過了一個興奮的夜晚 那看得出來孩子們都很開心喔 OK Yeah and right now since it's a kick's lounge before we talk about the extra shoe that makes you become very smooth and skillful on the basketball court can you talk about what do you wear off the court 你平常下的球場都穿什麼呢 OK 我問Jeremy講說 除了在場上穿的鞋子之外 在場下 他最喜歡穿的鞋子的款式是什麼 他回答大家的是 Air Force One 你們知道什麼是Air Force One嗎 你們知道什麼是Air Force One嗎 Jeremy還有他特定血害的一些 穿著的一些口味喔 那大家有都知道說 像他這樣一個籃球明星 身材非常的帥氣 也很英俊 而且他的身材比例真的是非常帥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代言的廠商呢 都會找他作為代言 那麼當然在林淑豪最人生低潮的時候呢 曾經也被放棄過 但是顯然這一次呢 大家都知道他經過這一次的 就是球員交易的話 他經過這次球員交易 身價暴漲十倍 那麼他同時 目前也是最炙手可樂的球員 更是一個運動人心 他可以看到這個鞋子 就是一直會發光 會亮 那麼回顧林淑豪在前兩次返回台灣 當然先是2010年 由移動長城搖民的邀請下 7月份回到台灣參加一個慈善表演賽 那麼當時呢 他跟勇士隊簽了兩年約 第一年保障薪資是47萬美元 當然那個時候 他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球員 但是時至今日 現在2012年的8月 他再回來的時候呢 已經是身價2500萬美元的超級球星了 那麼像目前他的一個身價的情況 可以說是名列美國的NBA80大球員的身價 真的是可以說是光宗耀主的回憶 為什麼你喜歡這個鞋子 我喜歡因為第一次很輕 他喜歡的第一點是因為 當然就是一個球星對於他運動的穿著 那他也會有他的喜好 譬如說他希望他的 他的球鞋呢是要比較輕的 那當然就說這也是配合他在 他也在配合他在 在籃球場上運動的時候的一個需要 當他在轉換方向切入 或是做動作的時候 他的腳不會在鞋子裡面滑來滑去 好 還有設計嗎 你可以說一下設計嗎 對 我喜歡設計 其實我穿了一組 我穿了一組 我穿了白色和紅色的 Huston Rocket的顏色 哇 他當然對於他的選擇 也是對於這個設計方面 他也是非常的講究 白色和紅色的配色 這是休斯頓火箭隊的配色 覺得你下一個球季會 開始支持休斯頓火箭隊的朋友 在哪裡 對 他們都會變成休斯頓火箭隊的粉絲 他就說大家都會變成休斯頓火箭隊的粉絲 那當然粉絲們都說 這是一年雄的雄 在前面上 它有蘇 是一部分的中國名字 但它有雄的頭上 對 這一款呢 林舒豪特別的款式 是後面呢 因為今年是龍年 而且 你也是一年雄的雄的雄 林舒豪也是1988年出生 屬龍的 今年也是龍年 在他的鞋的舌頭上面 還有林舒豪的豪子 想不想要 聽說林舒豪是一個非常 在這場活動裡面 是一個非常稱職的一個代言求星 那麼之前呢 其他代言的還有車商 那在這一次呢 還特地安排了五輛的名車 來負責接送他這一次的行程 那麼他這次的住宿呢 也是住在曾經接待過Lady Gaga 一間五星的知名的飯店 那麼林舒豪對於他選擇飯店 當然也是有他的一個選擇的條件 那是因為他比較喜歡這個 這個飯店裡有健身房 那麼當然了 這一次林舒豪的所到這處 無論是飾飲 飲食方面 出行行動交通方面 甚至是他的一些 他的衣服 品味都是粉絲們所追逐的焦點 那我們現在暫時把現場 交還給彭雷的主公 好 謝謝小景 帶來這個現場的第一手資訊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呢現場球迷真的是 嗨翻天了 尤其呢可以看到林舒豪 真的是覺得說呢 非常近距離的接觸到偶像 真的是很難得的機會